還有另外一件事我也很擔心 就是會不會長認成紋 因為這應該也是每個媽媽很擔心害怕的 能夠相信他就會有塑化劑 就會對胎兒會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像我個人很怕游游 因為我覺得很怕他摸起來很黏膩 但還有他們家不會 就是你脫上去以後他很快就吸收了 來媽媽請你公布一下 你的小孩叫什麼名字呢 叫 大家好 要這麼小的日子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3號 現在懷孕幾週了 33要34週了 對就是9個月了 就是快生了的意思 那因為最近實在太忙 所以導致沒有辦法好好的記錄 這一陣子以來 懷孕的部分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用這一集來稍微的小整理一下 順便最後再公布一下 裡面的那個女孩兒 那個女孩兒會叫什麼名字 好 那你要先跟大家報告哪些事情呢 就是懷孕 9個月這中間節目做了哪些檢查 好的 就是給大家一些方向 如果說你也正在懷孕 或者是未來有關於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 所以你覺得你做了哪個比較重要的檢查 我做了一個叫高層次超音波 因為這個檢查 就是其實它也是屬於自費的項目 然後就是屬於比較高單價 所以有些人就會可能覺得到底要不要做這樣 那我們最後有選擇做 是因為它這個檢查 它就是可以檢查的很清楚 可以看胎兒的器官是不是都長得很完整 就包括它的手指頭 它可以幫你看是不是真的有五隻這樣子 它就會看你頭的大小 然後一些小腦腳長的長度 是不是有在正常的範圍值裡面 它會有一個長得很可愛的表給你看 就像我們的小孩 他的東西都在比較標準的數值裡面 蠻感人的 去做這個時候 那個護理師就會提醒你 就是最好是去之前先吃點東西 因為會吃點糖 就是小朋友到時候會比較配合 因為有的人好像去做的時候就不是那麼順利 就要做蠻久的 要看小朋友他們有沒有翻身 有沒有動來動去 那我們還算是蠻幸運的 我們這隻蠻配合的 對對對 當下就照完了蠻快的 就沒有搞很久 大概半小時就進去 反正你覺得看到很完整的形狀樣子 然後它的血液的流動 然後它的所有的長度大小 全部都告訴你 是蠻完整的 對 那你覺得這有值得嗎 我覺得還蠻值得 因為就是做了會比較安心 我覺得安心對媽媽來講 就還蠻重要的 就是不要在懷孕期間 然後又要就是想東想西 增添一些不必要的困擾這樣子 是啦沒錯 前陣子又做了另外一個 比較對孕婦來講激烈一點的吧 就是妊娠糖尿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我做之前有點擔心 因為我懷孕到後期 可能有一點點小影響吧 就變得蠻愛吃甜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前一個禮拜 我就會盡量不要吃含糖的食物 或者是飲料之類 就是都喝水啊這樣子 因為就是很怕做這個會不過 因為做這個不過的話 好像就是會 會怎樣 會怎樣 我不知道可能就再也不能吃糖之類的 沒有啊就是你後期 就是要控制你的那個飲食 而且小孩好像會容易會長得比較大肢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要用剖腹的才可以 這樣會比較麻煩一點 進去的時候有喝一個那個很甜很甜的糖水 對那個真的超甜 其實我有先上網看到人家講 我想說我已經很愛吃甜了 應該OK吧 但是那個喝下去喝第一口 我真的是就是我臉都會皺在一起的那一種 真的是太甜了 甜都爆炸 然後有兩杯 然後你還要很迅速的把它喝完 那喝完之後再抽些去做檢查 對 所以要在這邊等一陣子 所以蠻辛苦的 一早就要去 然後要喝很甜的水 然後又要被抽些 要抽兩次 要抽左右手各一次 對左右手各一次 驗出來的狀態也都是 過關了啦 一切正常 我有過關 也是這個糖尿的報告 一切正常 沒錯 所以就可以繼續吃喝 事無忌的很大指導 對 所以就 至少到目前為止 這樣子 快要九個月了 一切的狀態都蠻良好的 裡面胎兒的成長 也都符合標準 這樣子 一切都在順利的進行當中 對 接下來呢 就是因為 懷孕滿九個月了 就是前面那些檢查做完以後 除了很擔心 接下來就是生產 不知道會不會順利以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也很擔心 就是會不會長韌澄溫 因為這應該也是每個媽媽很擔心害怕的 你有看過 潤澄溫本人嗎 好像沒有 我為什麼會看過那個 雖然有人會說 就是潤澄溫是體質遺傳 但是因為我是第一胎 所以就我還是比較擔心 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我在潤澄霜的挑選上 我也蠻用心的 大概多用心 就是用心到今天要來推薦給大家一罐 哇太用心了吧 對啊 好 那請推薦 我今天要推薦就是這個是 媽咪莉娜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個牌子吧 這個牌子算是蠻知名 大概有前三名吧 一組就是有一個霜 再配一個油 他們有強調點 他們是沒有添加人工香精 因為像人工香精 有些孕婦們 懷孕的時候 可能聞到一些味道就會想吐 而且人工香精他就會有塑化劑 就會對胎兒會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所以就盡量避免不要有人工香精 所以我就會挑選這個牌子 我會建議媽媽們就是 一懷孕的時候就要開始用了 就一直用用用 用到生產後一個月 就是你等於做完月子就可以不用用了 因為有些潤澄霜是你生完以後才會長 所以你什麼時候開始踏了 我是比較後期 我是到三個月 人家提醒我才知道 要趕快擦 那還好我有挑對潤澄霜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的肚皮 還是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平盛 所以他有兩罐 對他們組合就是一個是 一罐是Tiny Room Full油 然後一個是這個無痕媒體霜 那他的使用方式就是 先抹油再塗霜 像我個人很怕油油 因為我覺得很怕抹起來很黏膩 但還有他們家不會就是你 塗上去以後他很快就吸收了 然後你再抹上去這罐霜的時候 因為有油滋潤的關係 所以那個霜就是很好 很好推 對很好推 對你好聰明喔 你塗一點點 你講不出推這個字嗎 太扯了 我突然想不到就可以 我整個肚皮這樣子 就還蠻划算 那像我是每天洗完澡以後 就是懷孕前期的時候 直到後期就是開始進入冬天 可能皮膚會比較乾燥 肚子白天會開始癢 然後我就會改成少晚個塗一次 所以這個困擾就沒有了 那塗的範圍 除了肚皮以外 我也會塗就是腰兩側 然後胸的下圍的部分 或者是媽媽們也可以塗屁股跟大腿跟部 因為其實這些部位也是會長 那就是看個人的選擇這樣子 那這種怕不怕買到假貨 會啊 因為就是你知道 蝦皮上就是有很多代購 然後就比較賣的比 比較便宜之類的 便宜不好是不是 就會你會不安心啊 你不知道哪裡來的 你畢竟是要擦在肚皮 是要其實它有跟寶寶有關係 還是要認明是 就是認證是官方的 那他們官方叫什麼 他們官方叫做福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要看上面有寫福亞了才可以 對不對 對對對 這裡就有福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這樣就是比較保障一點 對不對 那或者是你們沒有買過 你也可以私訊他的粉絲專頁 他就會有試用包 你就可以先試用看看 你覺得合不合適 再選擇要不要共 不然我們這個如果到時候沒用完 也可以寄給大家試用 有獎真打 就到時候如果沒用完的話 前提是要沒用完 對對對 好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介紹完了 對沒錯 好那業配時間結束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比較 大家可能比較在乎一點的地方 就是有人在乎嗎 就是我們親友們應該會在乎 你說重要的要擺最後 親友的部分會在乎 就是呢 我們的這個女娃的那個名字 已經決定好了 其實已經決定好很久了 對啦 只是呢就是最近真的太忙了 沒有時間處理這件事情 來媽媽請妳公布一下 妳的小孩叫什麼名字呢 叫宇軒 姓什麼 姓楊啊 好 所以他叫楊宇軒 對 是言語的語 玉字旁的軒 哇 怎樣 為什麼 因為很好聽 字寫起來好看 然後念起來也好聽 就是他有一天洗完澡 突然間跟我說 他決定要叫這名字 然後到目前 大概是三四個月前這樣說的 至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打算要變動 對 那不知道出生前會不會有些變動 應該是不會 應該不會了吧 想不到更好的名字 宇軒真的是這個好名字是不是 不好嗎 沒有不好 這是開放性的問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宇軒這名字好不好這樣 好 你敢說不好 我就是把留言刪掉 就這樣 好啦 所以就是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了我們的高層次 潤層糖尿 還有我們潤層霜的推薦 最後還有就是我們小孩的名字 所以他會叫楊宇軒 他會即將要加入我們這個頻道的生力軍 希望 希望他是個乖女孩 就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近期的報告 那下一次的應該就是生產的紀錄了吧 應該是吧 再一個月就要生嗎 對 你是很期待 我有點害怕 我們就看看到時候 生產的情況 有辦法的話 如果餘地的話 我們再來紀錄給大家看看 你說搖滾區之類的 對 搖滾區 叫叫叫叫叫叫叫 就這樣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邊 對 那為了不要錯過我們之後的影片 要記得去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好 我們下一次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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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